好同学好 那么这支影片呢 我们要接下来设定AutoCreate 它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内容设定 在运作的内容设定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云端硬碟上 一定要再开一个资料夹去存放很多很多人填好上传的 它的回传的这个表单的结果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报名表好比说报名表存放区 OK好 那我们就按建立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所有同学去做报名 报名他一份会寄给自己的email 一份呢 就会存到我们这里的报名表存放区中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这个Google的试算表 Google试算表在刚刚的外挂程式按一下 诶 这边已经出现AutoCreate AutoCreate呢 我们按这个Open 那因为我们第一次装嘛 所以他第一次装会有一个 好 等我一下哦 他正在执行中 第一次装他稍微慢一点点 然后他会有个说明 叫你去建立新的工作 这样子 等他一下下 好 他现在正在抓这个 第一次稍微会慢一点点 好 不过之后 如果第二次你要再用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慢 因为他已经装好在你的云端硬碟当中了 ok 那等一下下呢